喂, 說真一句, 你究竟何方神聖啊? 你身上條龍會出聲叫, 又猜到長波會腰斬 你叫我怎麼相信你是普通人啊? 我說的啦, 你不要怕啊 其實呢, 我是天上面的龍神 龍運當頭 玉帝家到 美神參見玉帝 眾興家請你 謝玉帝 各位興家, 就來又新年了 明年就輪到龍興家你當席了 是, 玉帝 幾千年以來, 套年之後 都是輪到我龍神當席的龍年 這一點大家都知道的 但是… 但是什麼呢? 其實, 各位同僚 剛才一直都在這裡討論 大家都想知道玉帝 明年會給多少錢微臣, 帶到凡間 哦… 哈哈哈哈… 朕還以為是什麼大事? 原來你想知道明年有多少不值, 是不是? 哈哈… 是啊… 你都落過下面當席的啦 你都應該知道, 凡人有多少錢花, 關我們什麼事呢? 不需要這麼緊張 玉帝, 那又不是啊 嗯? 凡間的貧富, 跟各位同僚很有關係的 如果玉帝不相信, 大可以問問一下初平兄啊 是嗎? 黃興家 在 龍興家說得對嗎? 是啊, 玉帝 那, 只是說香港啊 那裡的人之前都風衣足食 誰不知過去那兩年, 天上分派下去的錢鬼那麼少 那裡的人, 一向都是洗腳不抹腳的嘛 那麼少錢又怎麼夠洗呢? 哈哈… 這樣也煩不到你黃大仙的啊 難道你嫌香港人窮, 供奉你的香火不夠頂盛? 唉…就是黃大仙這三個字, 搞得我無教好犯 那裡每個人都說黃大仙有求必應 每個人混不成都來求籤上香 唉…大哥啊, 我只有一個頭兩隻手而已 怎麼搞得行啊? 哈哈… 啊…這樣確是新款來的 唉…所以說呢, 凡間一不夠錢花呢 我們就多很多事做的了 按照我, 把我的工作分給天后娘娘就差不多了 喂…喂…黃大仙, 我一直都管海事的 和你河水不犯井水, 怎麼加個球給我呢? 就是你管海事才有空啊 現在香港有多少人出海打魚呢? 我又不一樣了, 六百多萬人都來找我 唉…分小小比利也不算過分啊 那你就錯啦 你猜現在我正是管香港嗎? 中國沿海這麼多人打魚 個個我都要看著 你猜我很有空啊? 唉…是…這樣就… 車工來了 你怎麼這麼有空啊? 喂…喂…喂… 怎麼燒我那一塊啊? 你沒見過嗎? 逢年初三啊… 我家廟都很虛陷了 一年只忙過一天跟我比? 喂…你都不知道我那天多辛苦啊… 都不知道哪一個人想起你屎橋 弄幾十個風車在那裡 一天到黑, 轉到我頭都暈了啊… 嘿… 而天老娘娘呢… 那些人只是求她保佑出海平安的 我啊… 個個都要我幫她轉運啊… 難很多的啊… 都是一人一時而已… 唉…好了…好了… 你們不用借一些意義就在那裡發露宿 你們辛苦… 難道朕會不知道嗎? 做得神仙… 受得人間香火… 就要預了幫凡人消災解難的啦… 你們無謂再吵啦… 人呢… 是… 拿出年的福祿袋出來… 朕明… 嗯… 依照以往的規矩… 福祿袋裝著的… 就是凡間一年裡面的衣食… 用得快…用得慢… 都只是得一代… 至於有多少… 就只有朕知道… 就算是當值的天神… 都不能打開來看… 朕卿家… 在… 這件你應該很清楚… 微臣清楚… 品玉帝… 福祿袋大到… 好… 不… 不… 出年這個袋這麼大… 誒… 還不興趣… 福祿袋大… 就不代表多福祿喔… 不過… 朕可以跟你們說… 明年的錢… 會多於前兩年… 會多於前兩年… 至於說多多少… 就真是天璣不可洩漏了… 哈哈… 陸卿家… 在… 余金浸就將它交給你… 你要記住… 千萬不能打開… 否則… 明年飯間… 就會一個崩都沒得洗的了… 是… 微臣謹遵指示… 哈哈… 好啦… 今天是年二五… 你就回去收拾行裝… 準備出發啦… 好… 我終於開… 著手… 三十多年… 照顧下… 在某些假面… 為何… 好… 點選… 鍵箱 wid… 口一個… 你別辱承… 你停… 什麼… pu… 很… 老公,你回來了? 是啊 怎麼會臉書臉呢? 嘩,為什麼明年那福樂袋這麼大呢? 有什麼用啊? 但是又不一定多錢 大點也好過小點嘛 是呀,飯間的人熬了幾年窮 我是龍神,明年是龍年 我怎麼都想他們過得新光頸靚一點 唉,這些事哪輪到你管啊 來,我煲了一杯湯,我不穩給你喝 喂,我都說了你粗生大小,不要這麼粗勞的了 唉,真的 老公,你就快下去當家,一年才回來 下面哪個煲這麼多湯水果你喝啊 還有啊,我拖了兒子整十年了 明年就輸得了 這麼巧你又下去,看不到兒子出生了 那,那我要做事的嘛 是,做事 你就來顧著飯間的人多過我們兩兒子了 他們犧牲是死,關你鬼事嗎? 剛才而已,馬神九神他們打電話來 我約你去打牌當作戰行 好心你學一下人家吧 輕輕鬆鬆交到差就算了 唉,他們還他們,我還我啊 唉,我沒有心情了 他們再打來就說我睡了 我進房間收拾東西 喂,問湯啊 老公 老公,老公啊 起床啊,老公 唉,什麼事啊 找笨的 什麼找笨啊 玉帝找你笨啊 啊,你說什麼啊 剛才馬神他們又打電話來 我說你睡了 他們說三缺一,叫我去打吧 我聽人家說,大吐婆會黃的嘛 那你又擔心那顆陸袋的錢不夠 我不是打算去打招一招 贏多一點,讓你不要那麼煩啊 什麼啊 拿我的錢去賭啊 你聽我說完先啊 我一坐下,第一招而已嘛 那個馬神就吃招自摸六番 那我打算付錢啦 誰知道,你看一下啦 打開那個袋也沒有錢的 混蛋呀 你打開了那個蜂禄袋 哎呀,喂 那個袋不能開的呀 糟了 這次被你害死了 怎麼不能開的呀 那那些人怎麼拿錢用呀 玉帝說過呀 那個袋一打開 明天就一個先都沒得用的啦 唉呀 那怎麼辦呀 你說怎麼辦呀 那個袋本身就是沒有錢的啦 又不是我們全都花了 哎呀,老婆大人呀 沒錢花的事少呀 犯天條殺頭也有資的呀 咦 什麼 不是殺頭的嗎 唉呀 是啊,好像你說得那麼兒戲呀 不怕不怕 去找黃初平呀 他有求邊應的 你跟他有金屬 他一定有辦法的 唉呀 現在唯有是這樣啦 你呀 我回來才教訓你呀 唉呀 哈哈哈哈 龍兄果然料事如神呀 一早就知道我會來 開電門來等我呀 哈哈哈哈 初平兄,你來得對呀 快點進來才說 進來進來進來 唉呀,龍兄呀 我打算來和你喝兩杯 和你戰行而已 不用那麼急 是吧 初平兄 請坐 請坐 走呢 就可以遲些才喝 現在有件天這麼大的事 要請你幫忙呀 哇 什麼事大過天呀 咦 什麼你房裡面有女人哭聲呢 啊 我知道了 當然是你氣傷了嫂 喂 這些是你的家事呀 我幫不了你手的 唉 不要提那個臭婆子 初平兄 我靜靜地跟你說吧 那個臭婆子打開了福祿袋呀 是呀 是啊 喂 那裡面有多少錢呀 告訴我呀 唉呀 難為你還笑得出呀 初平兄你真是呀 嘿嘿 玉帝說就說不讓你打開個袋呀 其實呀 怎麼會不讓你知道呀 我不知道 我不是怕被玉帝責罰呀 我是怕繁奸沒有錢花會垃垃亂的那時候就糟了 嘿呀 龍兄呀龍兄 做神仙呢 最緊要就是看破紅塵嘛 人世間的事應該拋開的啦 是呀 那如果凡人沒有淡好值 那神仙就少了很多香火的啦 嗯 嗯 這樣也對 這樣啦 這些關於財伯的事 我就幫你不了啦 來 你去找財神爺呀 等他點條路你走 就算籌不回十足 籌關七八成也好啊 唉 現在唯有是這樣啦 嗯 蔡爺 龍兄 還有初平兄 蔡爺 我們剛剛想去找你呀 有件事 蔡爺 進來先說 進來先說 進來 不用說了 龍兄 我已經算到了 你夫人打開了福祿袋 是不是 唉呀 這次糟了 連你都知道呀 那玉帝就一定知道啦 是呀 不怕呀 我算到玉帝就不知道呀 唉呀 那妙呀 連玉帝都不知道 龍兄 你有得救啦 是呀 是呀 蔡爺 你有什麼方法可以幫到我呀 這件事呢 就非常之嚴重 本來呢 我可以借住給你先的 但是我最近又很守緊 暫時奸又拿不到些錢出來 那這樣吧 今天是年二十五 還有幾天才過年 你又不如下樊間 找份工 賺點錢就回來啦 啊 喂 幾天 哪裡能賺到一整年的使用呀 龍兄呀 龍兄呀 錯夜呀 怎麼會怎麼走你走的呢 況且你整十二年沒有下去了呀 下面現在 很奇怪的呀 那些人呢 要不就整個月都賺不到錢 要不就這樣賺了一億的了 不是呀 什麼不是呀 你呀 還是快點執拾行裝 早去早回吧 唉 還是怪自己不小心啦 唉呀 多謝兩位指點迷津 我現在就去執包袱 嗯 是呀 是呀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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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的心呀 真是啵啵聲地跳呀 唉呀 錯夜呀 說謊話而已嘛 又不是沒試過 是呀 畢竟都是玉帝的命令 被龍兄識穿了 不得了的 嘿嘿 那個龍神 一向都是很終直的啦 我們的戲這麼好 怎麼會懷疑才行的 你不見他剛才 還多謝前 多謝後嗎 那也是呀 當然是玉帝打來找你 是 喂 玉帝叫你蔡爺 那件事辦成點 玉帝放心 初步計劃都非常之成功 龍神已經在執包袱了 Over 那你們送完他下去之後 馬上回來總部開會吧 是 是 喂 怎麼樣 等一下回去開會 哦 開什麼會啊 就是開 是 走吧走吧 我都要回到香港了 我带你去找工 初平兄 这里静英英 下次找不到工作吧 别这么说 龙兄 九龙堂这里住了很多有钱人 我以为有个龙子的地方会逮你 那就带你来这里 说就说很多有钱人住 你看 全部都是住宅 哪里有工找呢 你别说 这里有很多酒店 叫机响 阿弊 苗竹急叫我 我要回去了 那我又怎样 不怕了 我给你一张八达通 那你乘地铁、巴士 去到哪里都可以 你自己摸索一下 一定找到工的 的士 喂喂喂喂喂 初平兄 我先走 有什么事办联络 那 又是 人家有事办 哪有空应酬我 都要自己找到 都要自己找到 你可好 住这么大的房子 就算福祿袋没钱 都不跟你们有事 路人縣? 不合 什麼? 婚紗譜? 初平兄又說這裡有很多酒店 對了,前面真的有間酒店 幻想酒店? 不得意的 現在的酒店名字很古怪的 想不到我龍神 哪要淪落到做店小儀? 沒辦法了,馬死落地走 做了做了 掌櫃,我是來找 行了,行了,各個男人來這裡 都是找那樣東西的 跟我來吧,老闆 原來經濟真的差得這麼厲害 連店小儀也有這麼多人欠來做 老闆,老闆,這邊 謝謝,哥仔,你叫我阿龍就行了 也是一句而已 阿龍老闆,看看這間房有沒有問題 還爆食宿嗎? 沒問題,這間房比我的房子更漂亮 沒問題就先坐下,很快就到了 錢他一會兒就會跟你聊 他當然是叫老闆來跟我談人工 沒問題,找這份工作也挺順利 是屈臟一點,不過也算是正當職業 老闆,不好意思,要你等這麼久 不是等了很久而已 這裡的老闆穿成這樣 為甚麼呢?這麼害羞的?第一次嗎? 都算是 姑娘,你這麼年輕就開這麼大間酒店 真是本事吧? 別笑人了,老闆 你等一會兒,我先去洗澡 洗澡?那我先回避 喂,你不是吧?你真有趣 難道一會兒我脫衣時你也要迴避? 脫衣? 姑娘,我想你有一點誤會 我是來這裡做店小儀的 不是來看你脫衣的 小儀?你來講甚麼? 我來找工作的 猜,你來搞機的? 走吧,走吧,你去找我而已 沒有找工作的 不是呀,黃大仙說 黃大仙?黃大仙也假的 怎麼會暈的?滾給我走呀 我...喂... 唉... 唉... 唉...連小儀也做不成 你說怎麼辦?真是 喂,這是甚麼聲音? 唉... 好像在我身上響了 這是甚麼聲音? 喂,哥仔 你還嫌煩,真的不夠嗎? 有電話,你快點聽吧 不要吵了 是呀...電話...電話... 是呀...姑娘,這東西是怎麼用的? 蛤?你不是吧? 你電話也不會用嗎? 拿來了 喏,按下這個按鈕 怎麼了?我一想按就收錢 很奇怪 我來給你了 小儀,你上面下來嗎? 不過上面的人 會不會用手提電話的 看你好微好貌又害羞 我還以為撞到一條水魚 嘩,為甚麼真的喜歡男人呢? 不不不不... 浪費一點 誰說我喜歡男人的? 我有妻妻的 蛤? 那你又說你自己來找工的? 那我是來找工的 我要找工賺錢 嗯...說清楚一點呀,小子 找工是吧? 是呀 很不可以嗎? 呃... 非常不可以呀 看你多英俊 醒你呀 有沒有興趣做馬夫呀? 嗯? 馬夫? 呃... 即是看著馬,帶他們去賺食那些 噢...看馬才是吧? 我常常幫老馬看著馬的 是呀 那你是不是肯先 是呀,跟著我來呀 我帶你去見我大哥 呃...好呀...好呀... 真的謝謝你呀 不過做馬夫那些工... 如果你夠薄呢 保證你不休吃不休做 來呀,跟著來呀 哦... 好呀... 喂,勇仔,到了 到了嗎? 你聰明一點,待會見到我大哥,不要亂說話 知道了,知道了 喂,你叫什麼名字? 叫我阿龍 阿龍,好 喂,包里 喂,這麼挫抖,Ivy姐 喂,這是誰? 我是新仔 你有福了 今天阿公上來開會 進來站在一旁再說 好 謝謝你 謝謝你 阿龍,你走運 如果你跟到我們阿公找食 比跟我大哥好 告訴你 阿公是誰? 傻子 阿公就是大哥的大哥 別說那麼多,進來 阿豹 這裡叫鹹馬通 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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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居然叫难道铁闸 进来收拾货 那是什么无法无天的 那就是了 如果我们用邮寄 可以自设工厂 那些货又安全 兄弟就只是入信封 贴一下邮票 你说多容易呢 起码不会坏 大家说是吧 既然大家都是这么说 明天就开始邮寄VCD 《龙运当头》第一回 姚秀宁监制曾月娥编导 蔡文显编剧 并且由曾永强 蔡雅角 林友荣 车心梅 温泉 朱曼子 黄祖南 譚志强 譚翠莲 蔡浩良 何国鸿 莫家驱 叶伟伦等联合演出 香港电台广播剧组制作 现在竟然播放月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